我心甚至在尖求我 月圣《藏海》中全眸线这部分让人看得直呼殆尽 在剧中多个派系伶俐 最直接的就是储位之争 虽然文帝早已经册封了太子 也有了太子妃 但是由于太子实在太过软弱无能 任人为君 连名不义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朝中以三皇子为首的一派 对废除太子改立三皇子 抱有极大想法 蠢蠢异动 尤其是太子的母亲身后 相比三皇子的母亲岳飞而言 所受到的宠爱根本不能抵 岳飞作为文帝青梅竹骂的至爱 可以说是文帝唯一的心头肉 而且太子的母族宣誓 和三皇子母族越是相比 势力强插太大 后来宣后和太子因首领 不以复仇一案的牵连 双双被废 文帝也因为此事 就即发作突起倒地 忽然加工 虽然是京城大乱 三皇子为了挟持少将好控制子圣 便带兵抄家 少将凭死抗辱 被法队变分的灵不已得知京城巨变 率领推甲为清兵 千里奔袭毁精大气救期 因为摔到了吗